本院議員 被遺忘的歷史事件 那本席在此 要跟各位說的是 從2009年西藏屠博 他們有第一位的平白僧人 他展開了用自焚的非暴力的方式 來追求他的和平自由 來追求他的西藏獨立 來追求他的宗教信仰 一直到去年 2001年的3月 又有一位平辰這個僧人 他又自焚 從去年的3月 一直到今年的3月4號 有一位仁親的婦人 他又選擇了自焚 從2009年的第一位僧人 到今年的3月4號的人親婦人 以自焚的方式 來表達出他們最沉痛的抗議 有25位的屠博藏人 犧牲了他們自己的生命 他們為的是要跟國際的社會來呐喊 中國的武裝暴力 中國的鎮壓 中國的武裝進入了他的生廟 中國抓走了那麼多的生人 藏人 去監禁他們 虐待他們 所以西藏屠博 已經從我們記憶中的香格里拉 變成了人間煉獄 在世界各國有很多的議會 歐洲議會 英國的國會 義大利的國會 都已經紛紛的通過決議 支持屠博人權 爭取他的自由 也有美國參眾兩院的領袖 美國的國務院都紛紛的展開 支持屠博人權追求的這些政治動作 本習在此呼籲我們國家本院應該以我們國家最高的立法機構 民意代表的機構應該要通過一個決議 要求中國要立即的開放國際社會 讓大家能夠進去關注 允許外國的媒體 人權組織跟調查團體 可以無限制的進入藏地來調查現況 本習也同時呼籲馬英九總統 你既然號稱可以通過人權兩公約 請你立即的召集人權委員會 並且能夠決議通過聲援圖 圖博 並且能夠發表聲明譴責中國 要求中國武裝撤租西藏圖博 第三個本院 本習也希望要求陸委會 在跟中國協商的過程當中 應該要督促中國 在所有的談判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確保台灣人民跟西藏人民